在众多古代帝王陵墓中 一代天骄成吉思汉的陵墓 是最特别的 像骑士皇陵 武则天的前陵 朱元璋的孝陵 全都是已知未知 备受瞩目 但是发掘难度极高 仍未被打开 只有成吉思汉的陵墓 至今没有被打开的原因 是因为没人能够找到 八百年来 人们循着蛛丝马迹四处打探 甚至近年来 还有美国的亿万富豪 自费组成考古小队 对成吉思汉陵进行搜索 却始终一无所获 那么成吉思汉的陵墓 究竟隐藏在哪里呢 在八百年前 成吉思汉率领着蒙古铁骑 以势不可挡的气势 横扫欧亚大陆 建立了蒙古帝国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 成吉思汉无疑是两千年来 影响世界最大的人物之一 在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 美国的时代杂志 在评选对本千年十个影响最大的人物时 成吉思汉立押 一种说法认为成吉思汉是被他强行掳回的一位西夏王妃 咬中要害 流血不止而死 此外比较迷信的说法还有 被雷劈死说 认为成吉思汉曾因为惹母亲生气 导致他去世 视为不孝 后来他误入雷区 就被雷电劈死了 而成吉思汉在撒手人寰后 按照那个年代草原上盛行的风俗 蒙古人为他实行了秘葬 这也就为后人留下了长久的谜团 延伸出无数种传说 令人遐想连篇 其中 有一个说法流传很广 说是在成吉思汉死后 为了将他的棺材送去 已经修建好的陵墓中安葬 当时继任的统治者 命令一对小勇的骑兵为其开刀 在护送棺材去往早已选好的墓地图中 将所有见到的路人和居民都杀死灭口 等到棺材送到目的地时 这对骑兵已经连续杀害了2000多人 这些人也算是为了他们的大汉殉葬了 这样的记载不光是在中国国内流传 就连外国人也有相关的记载 马可波罗 13世纪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和商人 当他带着罗马教皇的特殊使命游历东方时 曾写作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 来记录自己图中的所见所闻 在这书中就曾记述了成吉思汉的死因 也有过一段关于成吉思汉下葬时的记载 马可波罗听说 成吉思汉是在进攻西夏的时候 西部中了敌人的毒箭 毒发后不幸身亡 在他死后 蒙古人便为他进行了密葬 护送棺木的人会将图中偶遇的所有人 不管男女老少全部杀死 作为殉葬者 同时还会对他们说 离开现实去阴间继续服侍你们的主人吧 既然 当时生活在草原上的人 可能认为被杀死作为殉葬者的人 在去到阴间后 还会成为他们尊重的大汉的奴仆 此外 那些护送者还将最好的马皮也杀死 以便留给成吉思汉 在阴间继续享用 当这些护送者将大汉的棺木送到墓地时 沿途已经杀死了两千多人 当时蒙古人的藏俗非常特别 选用的棺木也与中原地区不同 是用一整个粗大的树木主干做成的 被称作独木棺 他们将树木从中间抛开 下面的作为棺穴 上面的会盖下来成为棺盖 等到将死者安置到树干中 盖下了棺盖后 再用多道金箍将棺木紧紧勒住 当成吉思汉的棺木安然运到了墓地 再将其掩埋后 蒙古人还会骑骑上马 纵马在坟土上狂奔 直到将坟上的土堆踏平 看不出坟种的迹象 这还不算结束 他们还会在已经踏平的坟土上 扎起一个又一个的蒙古包 去养牧草 直到坟土上的牧草和周围的牧草长得差不多了 即便是走近了看 也看不出不同之处 他们再将蒙古包撤走 这样就完全将棺木掩埋了 据说在做完这些后 蒙古人并没有给大汉的灵木做标记 而是当着一只母骆驼的面 将他所生的一只小骆驼 在此地杀死 骆驼有着辨识自己血亲的天性 等到以后 若是他们需要再找成吉思汉的灵木 只需让那只母骆驼带路 等他在某处站住不动 开始不断地哀鸣时 他们就找到了当年埋葬大汉的地方 不过这样做也有弊端 那就是一旦母骆驼意外死去 就没有办法再找寻灵木了 那些成为成吉思汉打造灵木的工匠 都被士兵杀死 这些士兵在返回都城后 也被秘密处死 还被割下耳朵作为证明 因此 知道成吉思汉灵木具体位置的人 没有一个能活下来 不过 这时候就有人说了 既然没有人知道成吉思汉葬在哪里 那么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厄尔多斯市的那个成吉思汉灵 又是怎么回事呢 位于内蒙古厄尔多斯的成吉思汉灵 其实只是一个衣冠种 这座成灵原本是成吉思汉的第三子 窝阔台 在十三世纪三十年代 为其富汉灵衬建造的四白石 所谓四白石 指的就是四座白色的山杖 被选来守卫成林的达尔护特人 则是成吉思汉八位功臣的后代 到现在 已经守护了接近八百年 在那个时代 蒙古人信奉的是萨满教 按照蒙古人的习俗 祭奠先人时 主要是祭奠灵魂 而非遗骨 在他们的习俗中 当人将要死去的时候 他的最后一口气 也就是灵魂将会离开他的身体 就近附着在陀锚上 当成吉思汉即将离世时 他的亲卷就将陀锚放到他的口鼻处 等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灵魂已经附着在了那些陀锚上 窝阔台所建造的四白石中 供奉的就是这些陀锚 也就是说 这八百年来 在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汉灵中 供奉的也是蒙古人心中 承载着成吉思汉灵魂的陀锚 成吉思汉灵也就成为了他们心中的圣地 是全体蒙古的总神旨 据说 农历三月时期是过去成吉思汉 立下不朽战功的日子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 都会有大批的蒙古人自发来到这里 举行隆重的祭奠大会 既然这里只是成吉思汉的衣冠种 那么真正的成吉思汉灵墓又在哪里呢 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们都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感兴趣 曾经有一位蒙古专家曾做出预言 认为成吉思汉的陵墓中极有可能埋藏着当年他率军精战士 从各个国家搜罗到的大量奇珍与宝 其中的一些工艺品能于秦始皇陵中出土的兵马俑相媲美 向来 怀有这样想法的人有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总有私人考古队前仆后继踏上寻访之路的原因 到目前为止 各国考古专家比较认同的成吉思汉灵墓所在地主要有四个 其中有两个都位于中国 一个是宁夏的六盘山 二是位于内蒙古厄尔多斯的千里山 剩下的两个都在蒙古国 一个在蒙古国的肯特山南到克鲁伦河以北的地方 另一个则是蒙古国的航爱山 大家比较认同的观点是位于蒙古国的这两个地点 而且在2000年的时候 还真有人在其中一个地点有所发现 在2000年的7月末 有一架波音7四机客机降落在了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这架客机的主人名叫穆里·克拉维兹 他是美国小有名气的探险家 也是一个不差钱的大富翁 几先因为蒙古人对成吉思汉的尊重 克拉维兹的计划并没有获得蒙古政府的支持 只不过克拉维兹不是这么轻易便选择放弃的人 为了寻找成吉思汉的神秘陵墓 他花了六年的时间住在蒙古国 想尽办法取悦当地人 在感觉火候差不多之后 克拉维兹组织起一支考古探险特别小组 里面有相关领域的科学家 有考古教授 也有专业的翻译和向导 在克拉维兹的超能力支持下 浩浩荡荡地开始了这次寻目之旅 他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渐渐将考察的范围缩小到了三个地点 第一个是一座传说中埋葬了成吉思汉的山 只不过他们当时是骑马去的 爬到半山腰 他们的马就再也不往上爬了 没办法 克拉维兹他们只能先撤回山下营地 改坐直升飞机上山 第二个地点是克拉维兹自己研究出来的 因此被取名为墓里 在这个区域内 他们一共发现了150座不同时期的古墓 这让整个考古小组都非常雀跃 可是经过一一排查 最后证实 这些古墓都不属于成吉思汉 第三个地点是他们从一位60多岁的牧羊人口中得知的 这位牧羊人祖祖辈辈都在看护一面石墙 他曾听他的父亲说 这块石墙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汉那个年代 克拉维兹他们找到了那一块石墙 并在夏天的时候登上石墙所在地的山顶 发现这面石墙全长足有三四公里 完全是由石头堆砌起来的 在过去 一般人可没这个能力投入这么多的人力和物理 来建造这样一堵墙 在石墙的山脚下 克拉维兹他们找到了40多座坟墓 这里还有很多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汉时期的瓷片 这让考古小组的成员们非常激动 克拉维兹更是迫不及待地向世界宣布了这一消息 然而 就在四个月后 克拉维兹的考古小组却放弃了发掘行动 并迅速撤出了蒙古 据说 在他们的考察过程中 附近陵墓的墙壁中钻出了很多毒蛇 将一些小组成员咬伤了 考古小组停放在山边的车辆 原本停得很冷 却总会莫名其妙地从山上滑落 这不仅让考古小组怀疑 这座陵墓是被人诅咒了 此外 当地的蒙古人对他们的行为很是不满 频频跑来阻止 最后克拉维兹也没办法 只能选择了放弃 时至今日 成吉思汉陵墓 依然是个没有被揭开的秘密 之前蒙古国总统访华时 曾接受采访 被问起成吉思汉陵墓的相关问题时 这位蒙古总统表示 既然成吉思汉在他的遗嘱中表示 不想让他的陵墓被人发现 那他们就会遵循这一遗嘱 他还表示 成灵究竟在哪里并不重要 就让愿意猜谜的人们继续猜下去吧